k 港管局 時間有沒有三個月就沒有錄這個節目 為什麼要錄這個節目呢 不知為何要深恨 這次看了很多很多關於YouTuber的新聞 但在Youtube界中,我相信在亞洲區來說,這宗新聞都算是最爆炸的一宗 我看過故事,我追到現在都覺得津津有味 大家可以見到我身旁的女孩 這女孩就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楊寶貝 譯名YBB 嘩,很少可以說Youtube會說到去新加坡馬來西亞 這女孩是什麼來頭呢? 這女孩很厲害 這女孩十六歲的時候出道 當時以作家的形式出道 寫很多愛情小說等等 憑著她的文筆或小說是紅透半邊天 結果做了平板模特兒等等 然後已經賺到很多錢 甚至乎去到她二十六歲的時候 她已經擁有了自己的奶 即是用自己的聯名 建了一些奶茶譜 那些東西 嘩,好像好爛爛 好爛爛爛 樣子又OK 對不對? 即是大陸人做人的樣子 這些真是沒死的 那你做Youtube非常非常出色 亦都成為了那時馬來西亞其中一個巨影響力的Youtuber 但是她發生什麼事呢? 事情就去到四月中的時間了 四月中的時間又發生什麼事呢? 有人就在馬來西亞的留言板留言說 YBB欠我錢 她賣假包 即是賣假手袋 然後呢 楊寶貝就因為這件事 有一天就出了那個 Histogram 就說自己去自殺了 結果呢 她真的自殺 但是呢 被消防員救了下來 原來呢 馬來西亞呢 有一條法規呢 就是原來在馬來西亞呢 自殺是犯法的 原來 無論你自殺成功也好 自殺失敗也好 你都是犯法的 所以她被人救了下來之後呢 就立刻被人抓了去坐牢 那被人抓了去坐牢呢 那件事就拘捕了 那她拘捕了什麼呢? 那她坐牢的時候 那些財物呢 就要交給人家保管的嘛 那警察呢 就將她一部電話呢 就給了她的生意partner 自此呢 這傢伙就拘捕了 好了 那這部電話給了她的生意partner 那她就繼續坐牢了 那生意partner 一解鎖那部電話 嘩 這條女兒真是恐懶報道呢 好了 有多恐怖呢 好了 第一件事 這條女兒恐懶報道的就是 她竟然不斷地問人借錢 然後就拿去賭 OK 好了 不夠錢的時候又怎樣 就賣假包 即是賣假手袋 然後走數 好了 那也不恐怖啊 EV講到這麼浮誇了什麼啊 她最恐怖的就是 她就說 她那時候有個小過她四歲的中國男朋友 就跟她那時候就拍了很多片 那條Youtube Channel呢 也有十幾萬人 好了 然後呢 就跟兒子分手 那兒子就回到中國 好了 那你回到中國的時候 那你也進不了Youtube的啦 那你的Youtube Channel 就理所當然 就應該頹廢了下去了 這條女兒多有心機啊 這條女兒原來趁那條兒子 在飛回去中國臨分手之前 約她去機場見面 然後私人換了她的SIM卡 然後偷了那條中國仔 那條Youtube Channel的Login Password 然後四圍地跟人說 我要賣Youtube Channel 然後有四個人落答 每個人用三萬元馬幣跟她買 嘩 好了 那也不僅 然後那些三萬元 即是用了十二萬馬幣 洗完之後 她還想著怎樣呢 在電話裡面還找到一個Message 就說 接下來呢 那條兒子呢 我們嘗試呢 如果她回來馬來西亞 嘗試找添人去補充她 再搶充她的電話 再偷充她的Histogram 的帳戶再賣她的Histogram 嘩 這條女兒真是變狠態度呢 好了 這條都不夠變態 好了 然後第二單變態的東西 好了 又不夠錢用了 不夠錢用了 又想著偷東西了 她偷什麼呢 她偷了那些好朋友的身份證 偷朋友的身份證 然後怎樣呢 就拿去借大耳孔 借完大耳孔之後呢 又拿去賭 賭完之後又問第二間大耳孔借 好了 借到有一間終於說 喂 不行喔 我們一定要親身拍著 身份證 我們一間借給你 好了 人家不借 然後她吊咬人家不借 吊咬大耳孔不借給她 之餘 她還留了偷身份證的地址 簡單來說 如果那個黑社會要尋仇的 就屌致給你偷身份證那個 即是這條女兒 你偷朋友身份證 借錢都不得之 你還要 因為你借不成 而令到這條女兒有激 令到你朋友 去被人打賊 被人燒屋 被人放火 你不是瘋狂的 OK 好了 跟著 然後她還要在直播平台那裡說 是啊 我現在出來改過自身 怎樣怎樣怎樣 但你們真的很懶惹 珠西咯 攻擊自己的客戶 好了 攻擊完自己的客戶 都還不止 之後她有幫朋友出來 就揭發了她這件事 然後她就開始四圍屈了 就屈一個叫林尚進的Youtuber 這個跟她已經認識了 四五年的Youtuber 就屈她什麼呢 就屈她 她電了喔 很多BN O 什麼叫電呢 就是屌啊 在馬來西亞來說 頂了她很多 好了 然後林尚進就不斷找人 來澄清 沒有屌 然後她還說 我有你的錄音 然後 我們這些剪開片的 一聽就知道 屌的錄音 全部都經過變聲的 全部都經過剪輯的 然後就這樣屈她的朋友了 你真是身為一個Youtuber 你又不是 你的頻道又有成二十幾三十萬人 subscribe 其實說真的 你不貪心 你又有一間奶茶店等等等等 你為什麼要做些這麼恐怖的事呢 你是不是瘋狂線的 說真的 你偷了人家身份證 你還要跟大人混亂 然後別人去找你的朋友尋仇 然後屈你的朋友 屌過你 然後還要假裝無辜 假裝可憐 然後還要無恥到 拍一條 入了監獄之後 分享監獄內的情況 很開心 share 內的情況出來的 YouTube短片 你這條女生是不是心理變態的 你又爛壇 這宗YBB事件 在馬來西亞 基本上他現在已經是 已經是沒有任何Youtuber 肯做他朋友 甚至乎 現在找到他 全部都是那些叫做 賣東西那些 因為趁著他有人氣 無論正面或負面 都希望他上來衝一下 那個瀏覽率 但我相信 在熱潮過了之後 這條女生又真的 就是仆難街 含街 我聽完那些 他扔出來的證據 那些的訴說 他就說 我自己染了賭隱 所以這樣 我屌你了 你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犯法 然後還要 發臨上進那些爛爪 你幹嘛把我的電話給警察 你幹嘛解鎖我的電話 你幹嘛要騙我 就這樣屌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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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上進不斷地找到那些女孩 會 브� shots 嘗到左邊的朋友 全部都說不用這樣的事 你在 你這條な 我時 我真的忍不住要開閘港管局來屌滑你 你很難令到我開閘港管局 因為說真的港管局這個節目 我已經變成TVKING 我想多說一些主流電視的事情 趁現在ViuTV和TVV打得這麼厲害 我想說一些主流媒體應該怎樣存在的事情 Youtube我都可以暫時放輕 但是你這單真的忍不住 所以都要開這集來吵一吵 總之這單就是恐怖魔女YBB事件 希望香港的Youtube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要特別這樣說 因為下一集的港管局其實我想好了 topic 就是講在這個疫情之下 究竟台灣的綜藝節目在現在要停棚的時間 Youtuber是怎樣團結起來 造就到一些超級的計劃出來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欣賞 譬如阿迪所搞的這個 在家在家愛在家計劃 是群組了幾個過百萬訂閱的Youtuber 全部每人交到一些企劃出來 是取代了現在三台黃金線綜藝節目的功用 在電視台做不到錄影廠的時間 Youtube成功地為台灣的網民做到娛樂出來 即是人家那邊為何這麼正面 你這邊為何這麼黑暗呢 所以相比之下我更加想開這集節目來屌刺你 所以這一集不會做得太久 我現在純粹跟大家講一講 一個這麼恐怖的個案 這麼恐怖的女人 希望在Youtube界 香港也不會再出現這些人 雖然香港的Youtube 多數都是Gamer和爛坦 但是 都不希望有這麼恐怖的女人會出現 好 今集TVKING講到這裏 下集回來講一些正面的東西 講台灣的綜藝 下集回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